叔叔的突然离开,让我父亲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送走叔叔上山后,父亲一个人总是闷闷不乐,独自喝着闷酒,我们也不敢去打扰父亲,因为此刻父亲需要的是自己独自消化他失去手足的悲痛。 我父亲有姊妹四个,我有两个姑姑,一个叔叔,父亲总跟我说他们小时候姐弟之间很欢乐,他说那时候他们家虽然很穷,既没吃的也没穿的,但是小时候他们四个在一起却无比快乐。 两个姑姑是姐姐,他们到了年龄后都嫁人了,家里就只有我爸和叔叔陪在爷爷奶奶身边。 我爸和我妈结婚的时候,爷爷奶奶没给我爸拿什么东西,妈妈说他们结了婚爷爷奶奶给了他们一口锅,一床烂棉絮,被子就把他们分出去了。 常言道爷爷奶奶疼长孙,父母疼小儿,等到叔叔结婚的时候,奶奶光给婶婶的见面里就有几个姻缘,妈妈说虽然那会姻缘没现在值钱,但奶奶却没想过给他这个大儿媳妇一个。 叔叔结婚的时候,爷爷奶奶给叔叔准备的东西也都是新的,之后奶奶又陆陆续续把他自己陪嫁的金器都给了叔叔的儿子。 妈妈说奶奶如果偷偷地给叔叔他们东西,他也没什么意见,关键婶婶生了两个堂弟奶奶就把他压箱底的金锁和金手圈都给堂弟他们了。 因为这是我爸对爷爷奶奶意见很大,也同样对叔叔有很大的意见。 爸爸和叔叔之间虽然有感情裂缝,但他们都只是心里恨,表面功夫还是做得很到位。 见面了依旧会相互打招呼,过年了也会相互走动。 我们家和叔叔家关系彻底决裂是在爷爷去世的时候,因为爷爷的丧葬费, 兄弟俩差点打了起来。 我爸朋友多,我母亲娘家姊妹众多,有姊妹十个,爷爷去世的时候,父母的亲朋好友前来吊咽的占了一半的人数。 安葬好爷爷后,我爸和叔叔最后算账的时候,两人闹矛盾了。 爸爸的意思是谁的亲戚谁的朋友谁的礼金,就归谁收,共同的亲戚来的礼金就兄弟俩平分。 可叔叔那边朋友少,他分得不多,所以他坚决不同意。 我妈最后让步说爷爷的丧葬费我们多出一万,谁的亲朋谁去还礼,礼金就归谁收。 叔叔婶婶认为他们吃亏了,死活不同意,两家人就这样差点打起来了。 最后还是我们家做出了让步,公共亲戚随得礼金和婶婶娘家,叔叔的朋友随得礼金全归叔叔。 我爸妈的亲戚朋友随得礼归我爸,爷爷的丧葬费我爸多出一万,叔叔给的理由是我爸的亲戚朋友来得多吃得多。 从这以后兄弟俩就结下了粮子,后来又因为奶奶的赡养问题,兄弟俩彻底决裂。 爸爸恨奶奶不公平对待两儿子嘴上虽然吐槽奶奶,但孝顺没少过。 奶奶是个特别实际的人,我爸妈给她买东西拿钱的时候,奶奶就会觉得我爸妈好,但一转身奶奶还是疼叔叔婶婶。 叔叔婶婶以家里房子太小住不下为由,不肯让奶奶去她家住,最后奶奶住到我家,直到奶奶去世。 那几年,叔叔每年过年给奶奶来拜年,他都只在我家大门外,不踏进我家大门来。 他在大门外跪着朝奶奶磕几个头就走了,之后没再来过我家,更别说来照顾奶奶了。 奶奶去世丧礼在我家办的,那是叔叔婶婶几年后第一次来我家,还是因为奶奶的葬礼。 爷爷奶奶去世后,我们家和叔叔家彻底没有任何联系了,爸爸和叔叔即使见面了也不打招呼。 虽然我们两家只有一墙之格,但平时父母和叔叔婶婶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不过每年的大年初一,妈妈还是会让我和姐姐去给叔叔婶婶拜年。 妈妈说,大人之间的事和小孩无关,你们作为晚辈,该对叔叔有的尊重不能少。 平时妈妈也教导我们,见到叔叔婶婶要喊,要有礼貌。 我们两家就这样过了十几年,暑假是早到收割的季节,我们家的稻谷晒到别人家的水泥瓶里,收得比叔叔家的早。 那天上午,太阳还毒辣得很,叔叔家的钱瓶里晒满了稻子。 午饭过后,突然变了天,原本晴朗的天,突然变得乌云密布。 站在大门口可以看到,远处,天空黑压压的大雨朝我们这边下过来了。 叔叔婶婶大概是在午休,压根没意识大雨即将来临。 母亲看到叔叔家瓶里的稻子还晒在地上,叔叔婶婶还没出来收稻子。 妈妈赶紧拿起自家收稻子的工具,朝叔叔家的瓶里跑去。 她大声喊我,快去喊你叔叔,他们收稻子,要下大雨了。 我三步并坐跑去叔叔家喊婶婶起来收骨子,妈妈已经在忙着帮忙收了。 妈妈说这骨子晒了,一旦淋了雨,颜色就不好看。 影响迈响,淋湿了还容易发芽,那样半年的收成就白费了。 婶婶出来的时候,看到妈妈正在那忙碌,她迟疑了一下喊了一声嫂子,就和我妈忙碌了起来。 大雨来临前,大家都忙着收稻子,生怕迟了。 等我们把所有的骨子都收进婶婶家大厅里,大雨也哗哗哗地下了起来。 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泥土的味道。 婶婶又是给我们拿西瓜,又给我们洗澡子吃。 那是我妈第一次主动去婶婶家里,妈妈回来后,我们像往常一样该干嘛还是干嘛。 下午五点多,叔叔和爸爸他们在工地上干活地下工回来了。 妈妈准备去做饭,叔叔突然来了。 我爸看到叔叔依旧面不改色,坐在那儿。 叔叔看到我爸后,哥,晚上跟嫂子和健新去我那边吃饭。 我爸原本坐在睡椅上悠闲地抽烟,听叔叔这么一说,他立马坐直了腰身,啊。 叔叔又重复了一遍,他跑去厨房又跟我妈说了晚上去他那边吃饭的事。 原本还在忙碌的母亲,停下手里的活,母亲爽快地答应了。 晚上我们去婶婶家吃饭,爸爸和叔叔两人坐在饭桌上喝了很久很久的酒。 兄弟俩你一句我一句,直到快十一点妈妈和婶婶谁也没有催促他们俩。 最后爸爸喝得微醺回来了,回来的父亲脸上充满了笑意。 第二天,叔叔和爸爸早起后,两人站在自家的坪里,又聊了好一会,吃了早餐,又各自去工地干活了。 第二天晚上,我睡得正迷迷糊糊中,听到一墙之隔的叔叔家似乎有响动,我又睡了过去。 天刚蒙蒙亮,婶婶哭喊着叔叔的名字,我还不知发生了什么,就看到爸爸和妈妈打开大门向叔叔家冲了过去。 我跟过去后,看到叔叔正躺在他房间的地上,他们的房间和我睡的房间只隔了一堵墙。 我心里一惊,莫非昨晚我迷糊中听到的响声就是叔叔,我不敢想。 婶婶哭着跟我爸和我妈说,昨天叔叔下工回来,吃了晚饭就睡了。 婶婶忙了一天,夜里也睡得比较沉,不知道半夜里叔叔还起来了,等到早上五点多他起来上厕所,就看到叔叔脸朝下,趴在地上。 等他去扶叔叔,却发现叔叔早已没了气息。 爸爸声色凝重地把叔叔抬到客厅,那几天叔叔的丧礼是爸爸主持的。 婶婶突然失去了叔叔这个主心骨,整个人都像被抽走了灵魂。 两个姑姑一直陪在婶婶身边。 我看到爸爸表面虽然看着冷静,但我注意到,没人的时候,爸爸坐在一边悄悄叹气。 办好了叔叔的丧礼,爸爸好长,一段时间都变得很抑郁寡欢。 他对妈妈说,如果早知道我弟这么快要走,我不应该跟他怄气这么多年。 我们兄弟俩好不容易冰释前嫌,没成想那一次喝酒,早上的聊天却是我俩的永别。 我为什么要这样呢? 要是我退一步,我兄弟俩也不至于浪费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之间的感情不至于这么多年的空白。 妈妈不断安慰爸爸,但爸爸依旧自责。 他恨自己,为什么要这样? 好好的一家人都没怎么说话,就阴阳两格了。 父亲和叔叔俩让我更加明白,半是父母恩,一是兄弟情这个道理。 人只有这辈子的亲情,我们要好好珍惜身边人,因为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会先来。 大家好,欢迎来到浅谈人生,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他二十八岁,月入六万,男友急着结婚,他意外发现他秘密,果断分手送业二十八岁,经营一家形象管理中心,主要做文美、眼线、美甲、护肤,还销售一些护肤品。 如今,他已经有很多老客户,而自己也经常去学习新技术,每月稳定收入都在六万以上。 宋业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份行政文员的工作,每个月只有四千工资,本来他觉得只要认真工作,慢慢就会好的。 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也充满了勾心斗角,简直媲美公斗剧,他实在感觉心累。 回家和爸妈商量后,虽然爸妈不太情愿,可是看他坚持,只能送他去正宗学院学习文美等技术,花费也是爸妈给他的。 这次去学习,宋业已经不是那个曾经出入大学校园的小姑娘,而是为了有条生路,拼命努力的人。 他每天在课后,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他时间都在练习。 回到宿舍,还在纸上画眉,每天不画够五百对,他绝不休息。 在他的努力下,一年后,他的手艺已经特别好,根据脸型做出最好的眉毛,对他已经是信手拈来。 宋业回到家,在爸妈的资助下,开了自己的形象管理中心,主打文美、眼线、美甲、护肤,当然也有各种化妆品。 他的店刚开始,只有他一个人。 所有的服务都是预约的,起步真的很难,可是有了一个人,就有第二个人,慢慢积累了一大批客户。 宋业一般从早上八点,忙到晚上十点,每个时间段都有约好的客人。 开店一年后,他收了几个学徒,教他们做眉甲,护肤这些基本操作,而给客人做眉,眼线都是他亲自来的。 因为一直忙于自己的事业,他没时间找对象,爸妈急得不行。 在宋业二十六岁那年,他终于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开心得不行。 可是妈妈说,小叶啊,你都快二十七岁了,怎么也得找个对象,谈一年后,结婚,生孩子也得二十九岁了。 宋业想了想后,也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可是他真太忙了,每天每个时间段都有预约, 他又不想提前下班,总觉得那要少挣很多钱,他就接受不了。 最后,在爸妈的坚持下,他决定每晚七点下班,找个对象。 宋业正在烦,怎么找个男友,正在这时,他当初买房子时,那个房产的工作人员加他微信。 他还以为有什么事情,没多想直接通过了。 对方说,宋小姐,你好,因为你是一次性全款,所以我们公司有礼物送客户,我已经给你申请好了,你看是我给你寄过去,还是你有空来拿一下。 宋业听了后,也挺高兴,人就是这么奇怪,有时候明明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可是听说有礼物,还是会惊喜一下。 宋业,宋业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人叫张一文,算是他买房的客户经理。 张一文,我想着你刚买房,肯定需要一些厨房用品,给你申请了电饭锅,空气炸锅,还有一台电烤箱。 宋业有点惊许,如果是品牌的这些,也要不少钱。 还没等他问,张一文已经主动说,宋小姐,你放心,都是苏伯尔品牌的,官方正品。 宋业,嗯,我正好可以用,那就谢谢你,我给你地址,你帮我发快递吧。 从这之后,张一文经常给他发个消息,问候一下,慢慢两人熟了。 宋业觉得他幽默风趣,又有一种成熟稳重的复杂气质,他慢慢被他吸引,两人交往起来。 张一文也很忙,毕竟做房产销售的,不忙就意味着没钱,每个人都在拼命的时代,努力都不一定有结果,更何况不努力的呢? 可是,他却经常做好饭,给他送过来,有时候他有客户,必须晚上工作,他一边陪他,一边在笔记本上整理自己的客户名单。 宋业带他见了爸妈,他们也很满意,张一文每月工资也有一万多,有时候提成很高。 可是,他没有房子,这让宋业有点疑惑,毕竟按他的提成,首付一套房子应该不是问题,毕竟他已经31岁了。 宋业没那么多心思,直接说,一文,你怎么一直没买房啊?你们公司虽然有宿舍,可自己有房子,更方便啊。 张一文,小叶,我老家在县城,我给爸妈在县城买了一套别墅,这几年挣的钱,基本都花在那套房子上了。 宋业,哦,可是,在省城买房子,可比县城的别墅有升值空间吧?你还是做房产销售的,应该更懂啊。 张一文,小叶,我爸妈辛苦一辈子,我妈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块地方,可以让她种花种菜,等我挣钱了,我当然要想办法满足她了。 宋业没再说什么,毕竟那是他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他多嘴。 宋业房子离他的店很近,他买房后一直单独一个人住,张一文和他确定关系后,一直暗示他们同居,不过宋业拒绝了。 在宋业看来,同居是最有风险的事情,如果能修成正果,那当然是最好的,可是万一有个变故,作为女方,可能会有一些承受不了的痛。 张一文看他这么死板,很不高兴,可是后来又很理解,两人商量结婚的事。 他先带宋业回家,他们开车五个小时也就到了。 张一文家的别墅在县城边上,每一家都有围墙,院内有一片园子,可以种花种菜。 里面是个两层楼的建筑,一楼客厅,厨房,还有两个客房。 二楼有一个很大的阳台,其他都是房间,整体格局很不错。 宋业觉得如果老了,有这样一套房子,确实很不错。 张一文妈妈很健谈,一直拉着他手问长问短,晚上给他做了一桌好吃的。 晚上他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外面有一个阳台,放着一张躺椅,他断了一杯牛奶,躺在哪儿,看着深邃的夜空,享受这难得的清静。 刚才饭后,他爸爸说按当地行情,彩礼一般在六万到十二万之间,他们家也只能按这个数准备。 宋业来之前,也和爸妈商量过了,彩礼不要求什么,只要他们有这个态度就行。 所以当时宋业直接表态说,叔叔、阿姨,彩礼我们家没意见,我爸妈说了,他们也给同属陪嫁。 看他们不说房子的事,宋业还是干脆地问,叔叔、阿姨,如果我们结婚后,肯定要在省城生活的,而一文现在没房子,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他爸妈互相看了一眼说,小叶啊,你看我们家这么大的房子,再多几个人也够住了,所以才没考虑给一文买房子说句实话。 我们也就他一个孩子,一直希望他回来工作的。 宋业就没看着张一文说,你打算回来,在县城这找工作? 张一文,没有。 小叶,我不会回来的,在这边我根本找不到合适工作,这边我一个月可能都挣不了五千。 宋业,哦,那就好,那房子的事情你怎么考虑的? 张一文,小叶,你放心,我已经打算首付买房了,婚前肯定没问题。 宋业,嗯,那就好,我们可以一起看房子,首付我出一半,写我们两人名字。 谈好后,他就到给他准备的房间休息了,楼下他们一家三口还在商量。 宋业喝着牛奶,觉得味道真的很香甜,他觉得妈妈真是瞎担心,总怕他嫁不出去,这不就已经谈婚论嫁了。 第二天,宋业早早就起床了,这个县城很古朴,周边更是幽静,空气清新,他一个人慢慢走出去,在附近转转。 宋业看见新鲜的水果,买了一些,又去较远处市场,买了一些包子,油条,豆浆,带回去当早饭。 他推门进去,把东西放在厨房,回房间换件衣服。 他在阳台上看着远处,深呼吸了好几次,却突然听到了张一文的声音。 他刚想开口喊,却一下子住了口。 张一文可能很生气,声音很大,只听他愤怒地喊,谎言。 我告诉你,你如果还想要你的钱,你最好别多事,乖乖给我闭嘴,不然你一分都别想得到。 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他又听到砰的一声,可能是张一文踹了一脚桌子,还是凳子。 宋业皱紧了眉,看来张一文就住在他旁边,有可能敲过他的门,知道他出去了,不然不会这么大声的。 张一文的声音又传了过来说,哼,谎言,他可是我女朋友,我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马上就要结婚了,你就算找到他,你以为他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所以你就别多想了,等我结了婚,肯定有钱还你的。 他吓了一跳,听他说法,他肯定欠别人钱了,可是到底怎么回事呢,还提到他们结婚的事。 宋业不想让他知道,他在房间的事,没有在听,反而是迅速下了楼。 宋业去厨房,把自己买的东西拿到餐桌上,然后大声喊一文,让他下来吃早饭。 这时,他看见他爸妈也回来了,笑着说,叔叔,阿姨,快来吃早饭,我在那边市场买的,排队的人很多,肯定好吃。 而张一文也下来了,笑着说,好不容易休息一下,还起这么早,我看啊,你就是个劳碌命。 他们吃了早饭,张一文带他去县城转转,还去附近的农家大棚,采摘了些草莓和葡萄,买了一些新鲜的菜和两只土鸡。 张一文笑他没见识,见什么都想买。 宋业笑着说,我带回去给我爸妈尝尝,他们肯定喜欢。 张一文,呵呵,如果他们喜欢,我以后经常给他们带。 宋业虽然一直笑着,可是自己心里已经有了个疙瘩,让他很怕。 吃过中午饭,他们要赶回去了,店交给几个学徒,他还是很担心的,那可是他好几年的心血。 走前,阿姨给他了一个红包说,小叶,你真是个好姑娘,这是阿姨一点心意,也是规矩,你别嫌少。 宋业退聚了两次后,还是收了下来,在车上他笑着打开,数了数,开心地说,哈哈,我发财了,两千的红包。 张一文笑着说,你呀,自己挣那么多,还这么财迷。 宋业,我那都是辛苦钱,你看这两天没干活,收入少了好多。 张一文送他回了爸妈家,帮他把那些东西送上去后,接了一个电话,先匆匆走了。 妈妈看到土鸡,笑着说,小叶,来,我教你做大盘鸡,以后结婚了,家里来人你也可以露一手。 我可告诉你,我做的大盘鸡可没人说不好吃的。 宋业,我才不学呢,我哪有那个时间做大盘鸡,想吃回来让你给我做,要不就外面买。 看妈妈气得不行,她只好不情不愿过去学,妈妈突然说,小叶,发生什么事了? 我怎么看,你有心事? 宋业靠在妈妈背上说,妈,你可真厉害,每次我有事,肯定瞒不过你。 然后,她给妈妈讲了听到的事说,妈,你说是我多心了,还是张一文真有问题,我现在该怎么办? 妈妈洗了手,拉着她出来,把这事告诉了老伴说,老宋,你怎么看这事? 爸爸皱眉说,小叶,你还是先放缓一下结婚的事,我觉得这是不简单,等弄清楚了再说吧。 宋业点了点头说,好,我知道了,爸,我听着她叫那人谎言,我哪天看看她手机,看能不能找到那个人的电话号码。 张一文找宋业看房子,她也抽空去了,毕竟那还只是猜测,她看她认真准备的样子,心里却很烦躁。 这天,等宋业忙完,已经晚上九点半了,她笑着说,走吧,我请你吃好吃的。 他们去吃海底捞,宋业喜欢吃火锅,还喜欢吃香辣味的。 张一文笑她说,小叶,你还天天给人做护肤,让人家不要吃辛辣的,结果呢,你自己经常吃辣的。 宋业,哈哈,我的皮肤和我人一样皮实,没办法,吃什么都行啊。 张一文看她嘚瑟的样子,笑着摇摇头,她看起来真的不像是一个快三十岁的人,反而有一股孩子般的纯真,有时候,张一文觉得她真不适合做生意。 可是,宋业笑着说,我做生意,靠的是手艺和真诚,客户看重的就是这点,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老客户,而老客户又带新客户来,口碑好了,生意自然就好了。 她说完后,突然说,一文,你不会有事瞒着我吧?我可告诉你啊,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欺骗,你有事赶紧坦白从宽。 张一文,呵呵,你怎么不说抗拒从眼?你呀,就是想多了,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再说,我们经常在一起,想瞒也瞒不住啊。 宋业,哈哈,手机拿来,我要提前检查,看有没有和小姑娘聊天,或者发五百二十红包。 张一文把手机给她说,给,你慢慢看吧,我去看看有没有果汁。 宋业心里有点犹豫,不过那天听到的事情就想一根刺,她必须要搞清楚,看张一文走了, 她迅速地查找通讯录,果然查到了谎言,拍照保存了号码。 然后,她又在微信里按号码查找,却没有找到这个人,宋业没头皱得更紧。 锅已经开始沸腾了,肉和菜也都上齐了,可是,宋业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对这段感情没有一点信心, 感觉火锅也不好吃了,张一文热心地给她烫毛肚说,赶紧吃,火候刚好。 她还是那么细心,高大又帅气,她其实真的很喜欢她,很想和她结婚,一起努力生活。 可是,她心里已经有了很不好的预感,她都有股冲动,想把拍了电话号码的那张照片删了。 她只能低着头使劲吃,虽然她已经尝不出美味,可对此时此刻的她来说,吃能让她暂时不去想任何事。 吃完饭,她回到住所,死死看着那张照片,那个号码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了。 宋业不知道,她打通那个电话该怎么说,他们根本不认识,她会告诉她实话吗? 而她到底要不要相信她说的话呢? 如同开盲盒一样,可是还是不一样,盲盒最多就是失望,可是这件事,可能影响的就是她的婚事了。 宋业实在没勇气打电话,而是想着第二天回家,到时候再说吧。 宋业推了第二天下午的预约,中午就回家了,爸妈还在上班,中午都没有回来,她死气沉沉,躺在沙发上。 一动都不想动。 爸妈回来的时候,她还是那么躺着,她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睡着,妈妈看着她说,号码拿到了。 宋业把号码发给了妈妈,还是躺着没动。 没一会儿,爸爸拨通了电话,接通后客气地说,你好,请问是黄炎吗? 对方礼貌问,我是黄炎,请问你是谁? 找我有事吗? 爸爸开的免提,宋业听得清清楚楚,爸爸说,我是想问一下,你认识张一文吗? 他就要结婚了,可是没钱买房子,说是你借了他的钱。 可是,你们是朋友,他不好意思找你要。 还没等爸爸继续说,对方生气地说,我知道他要结婚了,可是你错了,不是我借他的钱,是他借了我的钱。 而且,一分都不还,爸爸,不可能,他一个月挣一万多,而且还给家里买了一套别墅,怎么可能借你的钱? 难道是买房时借的? 黄炎肯定地说,别墅? 他家没买别墅啊。 爸爸,什么意思? 你可别骗我。 我女儿说了,张一文告诉他,你欠他十万,我也实在没办法,想着让我女儿赶紧结婚,才拉着老脸给你打电话的。 你可怜一下,我这个老头子,赶紧把钱还一下,他们房子都看好了。 黄炎真的生气了说,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说了,是他欠我的钱,不是我,而且你最好考虑清楚,你女儿这婚能不能结。 就我知道的,他家已经把老房子卖了,给他还账,而且目前他借了像我这些朋友的。 有十多个人,而网络贷款更是很多,最少也有一百多万了。 爸爸,不可能,那他拿什么买房子? 黄炎,具体我不知道,不过他给我保证,让我再等等,只要他结婚了,就有钱还我了。 爸爸,那他借你多少钱? 还有你知道他为什么借那么多钱吗? 黄炎,既然你们知道我的电话,肯定也听说一些了,我也不想害人,那我也可以告诉你,他借了我八万,他应该是参与网络赌博了。 他爸妈为了还账,把他们的房子都卖了,所以你说的别墅,我不清楚。 挂了电话后,爸爸沉声说,小叶,你应该还记得那个别墅的地址吧? 明天我请假,我们去看一下。 宋叶带着妈妈和爸爸,开车去了那个县城,他找到那个别墅,一看竟然锁着门,妈妈找不远处的邻居打听了下,才知道这个别墅主家不住这,平时就是他家一个亲戚来照顾,帮着打扫房子,收拾院子。 爸爸说,小叶,算了吧,太恐怖了,这样的人你可绝对不能结婚,小叶啊,如果是别的原因借钱,我都愿意帮他一把,可是赌博那可是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 宋叶点了点头说,我知道,爸,我回去就和他分手,这样的人我见都不敢见了,太可怕了,爸,如果那天我没听见,我可能就傻傻嫁给他了,他肯定看上我那个店了,想着用我挣的钱给他还账。 妈妈,是啊,以后找对象,可更要小心了,小叶啊,现在的人太恐怖了,我还是找人给你介绍比较熟悉的吧。 宋叶,妈,这是以后再说吧,我都要吓死了,现在可不想找对象的事。 妈妈看着他,无奈叹了口气,他知道这次真是吓着宋叶了。 宋叶回来后,直接给张逸文发消息说,逸文,我们的婚事要还两年了,我妈今天找人给我算了,算说我必须晚婚,最少也要三十岁以后。 张逸文,小叶,这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信这个? 小叶,我们都不小了,赶紧结婚生个宝宝吧,我爸妈等着抱孙子呢。 宋叶,逸文,对不起,我已经答应我妈了,现在肯定不行,你别急,我慢慢再和他谈,也许不用两年,他就同意了。 宋叶不敢直接告诉他,毕竟在他看来,现在的张逸文就像个亡命之徒,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他很害怕。 宋叶也不敢回自己房子了,而是每天早早,关店直接回家,他约他也不出去,只是告诉他,妈妈不同意。 他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可是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周末晚上,他在家楼下,碰到了张逸文,他生气地问,小叶,到底怎么回事? 宋叶无奈地说,张逸文,我们分手吧,我爸妈希望我嫁的人,必须全款买车买房。 而我和他们吵了好几次,现在我不想结婚了,而且我妈说,就算你有能力买车买房,我们也要两年后再结婚。 一文,对不起,我不想耽误你,你去找个更好的姑娘吧,我们分手了,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说完他跑回家,结果看见客厅坐着个男的,正在和爸妈聊天。 妈妈说,小叶啊,这是药伟,你薛姨的儿子,原来一直在部队,如今转业回来了,在检察院上班,我让他来家里坐坐。 宋叶笑着打了个招呼,他也明白妈妈的意思,他悄悄看着他,觉得他虽然没有张逸文白净斯文, 可是看着堂堂正正,让他觉得很安全。 等他走了,妈妈才说,小叶,我觉得药伟人是很好,可是比你大的太多了,他今年都三十八岁了,原先一直在西藏那边,根本找不到对象。 现在回来了,你薛姨想让我给他介绍对象,我看你很怕张逸文胡来,想着你可以先和他试试,不合适再说,至少我觉得他能保护你。 宋叶答应了,杨耀尾也对他很满意,每天晚上来店里陪他,送他回家。 他们在一起时,张逸文来店里找他,看见两人后,大闹了一场,被耀尾一把抓住手,动也不能动一下后,吓跑了。 那之后,张逸文再没来找他,后来他听说他去了别的城市,好像是为了躲避那些要钱的朋友。 他和杨耀尾发展很快,半年后他们就结婚了,虽然他比他大十岁,可是经历了张逸文后,他需要的就是他给的安全感和对他的宠爱。 在家什么活,都是耀尾干的,他只要躺在沙发上,吃水果刷具,日子别提过得多美了。 宋叶喊着说,大叔,你是看我怀孕了,才这么勤快,还是,以后一直都这样? 杨耀尾笑着说,放心吧,现在宠着你一个,等你生了,我和孩子一起宠着你。 宋叶觉得这是他听过的,最好的情话。 写在最后,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做过很多傻失的自己,接受自己,爱自己,记住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 人生,挥别错的才能核对的相逢,给自己一个迂回的空间,学会思索,学会等待,学会调整。 人生有很多时候,需要的不仅仅是执着,更是回眸一笑的洒脱。